台北市东湖路有一名保姆 今天上午8点50分左右 急忙把才四个月大 一个手脚冰冷的婴儿送医急救 附近的邻居看到这名男婴 在送医的时候脸色 其实已经很不对了 送到三种之后 这个小baby就死亡 这名保姆随后自己前往警局报案 根据警方了解 这名年近40岁的保姆 他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 男婴的爸妈都在大陆 现在正在赶回来的途中 而保姆还在警局接受诊讯